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的环境过于压抑 让我都有些无法呼吸 我只能躲到外面 山上喊杀声仍旧在持续着 三清和一天歌他们仍旧在按捺等待着 显然现在还没有到他们出手的时候 他们也仍旧在等待 反正目前战斗我们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一时间我倒不急着投入战场了 嗅着四周弥漫的硝烟气息和味道 昂着头轻轻闭着眼 倾听战场上的喊杀声 竟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宁静 忽然 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 我睁眼扭透一看 竟是老白 唉 心情不好吗 老白在我身边坐下 现在的战况 我们这些人根本不着急投入战斗 他也一样 一时倒是没事与我闲说了起来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说 没什么抑郁的 轻衣现在牛逼哄哄的 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甭看咱现在势如破竹 真正等到巅峰力量对决的时候 那才是决定命运的时刻 可惜啊 咱现在是看不到什么未来 眼瞅着都是秋后的骂着 也就一时三刻还能蹦跶蹦的 有什么划不开的心结影响自个儿心情呢 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坠地就是受苦来了呀 所以咧嘴哗的一声就哭了 到走的时候还是那处 这一辈子也就太苦逼了 咱哥几个应该一脱裤子 晾晾男人的招牌 大吼一嗓子十八年后 还是条好汉才够意思 这人 我不禁笑了起来 一排敦儿的脑袋一边说道 怎么 后悔加入这场战争了 真说后悔 轮不到现在呀 老白撇撇嘴 脑子就一直没有悔过 他剩下来呀 就后悔在这一行里摸爬滚打 真说起来呀 老子比你苦逼 要亲情没亲情 要爱情就快让个小精灵吧 最后人家敲辫子了 老子还得一边傻眼 你小子好歹也曾经轰轰烈烈过 体验过一把不是 所以呀 说到底呀 好了最后 老子身边就你们这么一帮朋友 你们都来了这里 我也只能跟着来了 要不顾家寡人一个活着更没意思 屁话还挺多的呀 这是真的 老白激眼了 不过很快又安静了下来 只能指身后的攻势就说 其实啊 你完全可以不用这么给我们交代呀 真的不用吗 我真放走了你们没想法吗 我笑眯眯地看着老白 老白不说话憋了半天 最后说了一句糙 于是我笑得更加灿烂 说道 不免他轮回 让他去找我父亲 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老白默默点了点头 目光落在敦儿身上 其实啊 你真不该带这个孩子来 这些事情咱老哥几个扛完就完事了 俩肩膀扛一大脑袋 大不了给他轻衣了结了嘛 何必把孩子掺和起来 好歹给老葛家留一份骨血呀 轻衣就是送到他来的 也不知道这孙子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或者咱们都没看透这孩子 他反而看透了 所以死活追着敦儿不撒嘴 咱几个完了 这孩子也没跑完 我摇里摇头 抱着敦儿站了起来 行了 这事就别说了 打呼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是我对不起花木兰 也对不起这孩子 没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但这整件事情都是因为我们葛家父子所请 到后头连累众兄弟和我一起在这送命 不过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老板你做个见证 一会儿看着 轻衣冒头 我第一个冲上去 这事因我们而起 要说战死 我们也是头一个 小天 你说这话就不够意思了 老板说 鸭是安排后事的嘛 要么是柳清国 要么是敦儿 这俩事你一口一个交代 拿我们当外人看啊 都走到这儿了 还说什么交代不交代 那轻衣现在也根本不是你能够招惹得起的 这回你可甭说和他难挑啊 不是我说你 四方之神凑齐 神秘之门没打开 你和他对抗不了 要上 并肩子一起上 老板这头话刚说完 山头就风云色变 不闻不火 下面的人打了半天 战场终于掀起波澜 那是隐藏的暗流 此刻终于爆发了 恐怖的能量在山头爆开 四岛如同神魔一样的身影缓缓升空 其中一人背后伸展血色双翼 一面是血肉 一面是能量凝聚 赫然是血族女王拉斐尔 她之前被撕裂翅膀 如今用能量代替 另一人是一个大汉 那是柳燕 除此之外 还有两人 两个我都熟悉的人 胖子和张金牙 他们竟然已经步入天尊的级别 脸上一团模糊 但是身形我就直接确认是他们 显然这两人前世力量已经苏醒 日进千里 如今比拉斐尔和刘燕还要强悍 四个天尊 成者四个天尊 胖子和张金牙的力量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也让我们双方的天尊级别力量是完全持平 我看见大长老和铁山正疯狂与胖子和张金牙交手搏杀 空中他们的身影明灭不定 杀得十分惨烈 柳燕和拉斐尔在旁边盯着 似乎准备找准战机 当下朝战团冲了过去 准备加入战斗 给大长老和铁山来一下狠灯 他们全都在山顶 山顶成为战场上最瞩目的地方 找死 三亲口中忽然发出一声力喝 几乎与一天歌同一时间冲天而起 当场朝山顶上冲杀过去 两人速度很快 几乎一个眨眼功夫就已经到了那里 一下子拦住柳燕和拉斐尔 一时八名天尊在山顶交锋 那里已经成为天尊的最终角逐战场 而这一切仅仅在刚刚开始 山顶的战斗爆发之后不多时 一股更加可怕的气息从山顶弥漫开来 那是一种镇守万灵的气息 恍如天地出现 纵使我此刻距离战场还远 也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灵魂都在颤抖 毋庸置疑 这是超越天尊的力量 甚至比大地力量还要恐怖许多 至少从气息上来看是这样的 轻衣 这肯定是轻衣出现了 顿时我没心情在这里和老白继续多扯皮 就喝到 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说完 我的背后直接伸出朱雀双翼 羽翼一山 我整个人腾空而起 朝山顶冲去 所过之处 我看到双方的武士仍旧以这座大山为战场 惨烈地厮杀着 而这一切我已经仅仅是看了一眼罢了 更多的我的注意力是在山顶 等我冲上去的时候 我看见一道黑区区的空间之门在那里打开 正有一人缓缓从门中走出 步态稳定沉稳 身体明灭不定 看不清面容 显然自身被封印 但是那体型和气质 我着实是再熟悉不过了 此人正是轻衣 如今的她 实在是太恐怖了 可是我无惧 人在半空 长刀已经指向了她 怒吼说道 轻衣 一战 说完 轰的一下 我点燃自己的杀气 是的 我狂化了 这是我的第三次狂化 燃烧掉自己剩下的所有生命精华 神秘之门没有打开 此战为不报胜利之希望 为求再轰轰烈烈战死